UBC UBC就是很愛賺錢 是喔 International Student錢 然後我們也很有名 那就是我們的campus雖然很漂亮很大 非常漂亮 但是每一天都在construction 喔 對不對 就是那個錢總要花在一個地方 他們就一直賺國際學生的錢 然後一直蓋一直蓋 不停的在蓋 一直蓋圖書館 越來越多間圖書館 什麼都蓋 而且蓋超快的 對我沒有在UBC一天 然後沒有聽到construction的Noise 不會很困擾 奇怪你後面都聽不到 哈哈有嗎 完全聽不到 對但是我們學校是真的真的蠻漂亮的 對蠻漂亮的 羨慕耶 美國他們是蓋房子蓋很快 真的很快 但我覺得因為你們學校 國外的學校通常腹地都比較大 腹地大錢又多 然後那個蓋房子蓋起來 對如果來台灣蓋一天就 那兩年就把台北都蓋完 你知道我們學校錢多到多少嗎 錢超多多到我們在一個像我們一個大的一個 就student building前面有一個很大的空地 大概幾百坪吧很大 然後就是下面會有地磚嗎 我們都不地磚 應該是通常是全灰的地磚 但是有一年就突然發現一塊一塊黑的 就會灰色 然後配一些一塊一塊黑的那個磚塊 然後我們就很 就講說為什麼會有突然有這個黑色的磚塊 然後我後面上網查 才發現說我們有一個這個art 一個special art 然後花了大概 我忘了是幾百萬 去做的這個art 然後這個art呢 就是你要到我們student building樓上 頂樓五樓往下看 哦它是一個圖案 就看到一棵樹 然後就花我們學生的錢 我們學生還有國際學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 那些的錢 去做一個這個樹 然後頂樓的人才看得到 對你在那邊走 你就一塊灰的一塊黑的這樣子 然後這樣完全看不出來 然後會變成那種空拍機在宣傳校園用的 這樣拍過去這樣 對 對 Hey guys thanks for watching that clip 感謝你們收看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 不要忘記訂閱 如果你想看更多就按這裡 點這邊 Click click